上一集讲到格里菲斯带着佐德来到了见种 为的就是再见一见格斯 看一看自己是否有什么变化 而格斯则与佐德发生了大战 两人打的是有来有回 再一次嘴强的佐德对格斯赞叹不已 以人类之躯逃离日食 还有这与使徒战斗的实力 本来自己还想再陪你多玩一会儿 但现在看来 自己的这把斩马刀 似乎比不上你的斩魔刃呢 了不起的武技 了不起的剑刃 但好戏才刚刚开始 说完佐德折断了手里的斩马刀 他不过瘾 这畅快凌厘的战斗 他不过瘾 所以他再次变身 而格斯对此是面不改色 手中的斩龙也不曾有半分的退缩 动摇 但面对着佐德的怒吼 战场外的里吉特捂住了耳朵 没有错 那个人他就是不死的佐德 但他又看向了一旁的格里菲斯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格斯被佐德挑飞 但对于半空中飞过去的格斯 格里菲斯面不改色 看都不看一眼 落地后的格斯快速地翻转 卸力 勉强占了身形 但佐德犹如一头公牛般 直直地冲了过来 格斯闪身 而佐德撞碎了他身后的山体 但里吉特就大吃一惊 因为那里是矿洞嘛 是之前格斯卡斯加二人生活过的矿洞 但是在这万分紧张的情况下 卡斯加竟然跑了过来 急得格斯大吼 混账架吼 不要过来 可是卡斯加的眼里并没有格斯 他呆呆地看着眼前 看着山坡上 那个居高临下的白色的身影 突然 格斯与卡斯加二人中间的乱石飞起 是冲进了山洞里的佐德 他又冲了出来 这漫天飞舞的巨石 砸向了毫无反应的卡斯加 下意识地 格斯想要上前救援 但佐德出手 重重地一击将他击飞 以至于乱石落下 格斯没能救到卡斯加 可是 然而此时的格斯也顾不了那么多 因为佐德再次出现在自己的面前 可就在格斯摒弃宁神 准备继续战斗时 格里菲斯突然下令 到此为止吧 他转身 要离开了 佐德他有些意犹未尽 但还是顺从地转身 后退 随即张开肉依 而格里菲斯站在了他的爪子上 急得格斯大声质问 等一下 你这是要去哪 格里菲斯依旧是那副 毫无变化的表情 自己应该和你说过 总有一天要建立自己的国家 现在和那时候一样 一点也没有改变 有一天要建立自己的国家 这就是格里菲斯的目的 或者说是目标 他的前半生为之奋斗的目标 佐德慢慢的升空了 但离开前 格里菲斯开箱了李吉特 这一切并未结束 如果你知道了事实后 即便是憎恨 也没有关系的 但是就算如此 你还能继续追寻梦想的话 自己是没有理由拒绝你的 格里菲斯的这些话 听得李吉特是莫名其妙 他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 事实又是什么 可一旁的格斯举起了手挪 然而这些根本不可能击中他 李吉特再次上前阻拦 气得格斯对着空中大吼 你做了那么多的事 你还敢说你没有改变吗 然而他回头淡淡地说 你应该知道自己就是那种人 只有你知道啊 二人飞走了 而现场是一片狼藉 李吉特这次想要知道 真实到底是什么 在那一天鹰之团到底发生了什么 他不管事实会是多么的痛苦不堪 他有权利知道 这次他一定要知道 而此时此刻 天空中飞翔的格里菲斯 则在慢慢地感受 心跳加快了 尤其是那个时候 剑种这边 李吉特知道了事情的真相 而真相让他不能接受 他备受打击 一旁旁天的巴克 这次知道了事情的原委 但这些和他之前的猜想 其实也没有多大出入 毕竟他曾感受到过那种景象 想到这儿 他看向了一旁的卡斯加 他还在眺望着永方 而那是格里菲斯离去的方向 一旁的艾利卡也在暗自伤神 因为矿洞坏掉了 彻底地被埋掉了 这下子 格斯与卡斯加居住的家就没了 好不容易大家可以在一起的 突然山坡上 李吉特大喊着 自己也要去 格斯尼一个人背负了这么重的负担 而自己却什么都不知道 一个人悠闲地住在这 所以他也要一起 因为他也是英职团的一员 但格斯很干脆地拒绝了他 因为你没有办法憎恨他 而身后不远 听见他们对话的艾利卡也急了 你要走掉了吗 你们全部都要走掉吗 看着这个傻小子待在原地 不知如何思考 巴克连忙提醒 你在干嘛 还不赶紧追上去 看了眼面无表情的格斯后 李吉特追了出去 而这也是最大的原因 看着他们的背影 巴克突然询问 然后呢 最后你打算怎么办 复仇之旅还要继续下去吗 看向一旁的卡斯加格斯说 自己不能抛下他一个人走 那么问题就来了 不能抛下他 难道要带着他一起 踏上复仇之路吗 这更不可能 这点格斯他比谁都清楚 这是不可能的 一旁的巴克很无语 这也不行 那也不行 你想怎样 洞穴垮掉了 不可能继续待在这 两个烙印之人在同一处待上一段时间后 会发生什么 判罪谈已经证实过了 当听到格斯询问 这附近有没有精灵的栖息地时 巴克回答 有 倒是有 但他指着蹲在一旁发来的卡斯加询问 格斯 难道你又想将他关起来吗 那样也太可怜了吧 而他原本就是不喜欢被关 才会离家出走的吧 又一次极其少见的 巴克开始了思考 在一番他自己看来是费尽心思的思考后 他想到了 虽然路途有些遥远 但那却是比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都要安全的美丽的乐园 而那就是自己的家乡啊 格斯他是个行动派 说走就走 他整理好了行囊 离别前再次来到高特的墓前 离基特非常的惋惜 就连留宿一晚都不行啊 的确不行 由于有这个烙印的存在 一旦留下 死灵 妖怪都会被吸引过来 到时会连累到二人 一旁的艾里卡在和卡斯加分别 离基特愧疚的低着头 格斯则安慰他 无可代替的东西 不要轻易的舍弃 而这就是高特的遗言 就这样 在这个雪天 二人踏上了未知的争途 不得不说 这一幅幅一张张 都是能够在别家杂志社里 可以做封面的那种啊 身后的埃里卡含着眼泪 要求格斯一定要好好保护好 卡斯加姐姐 而格斯他的思绪 也回到了多年之前 那天自己离开英之团的时候 刚好也是这种下雪的日子 与那个家伙交手的时候 也是和今天这样 在满是积雪的山丘上 但这次是自己被泡下了吧 他依旧要去实现他的梦想 他要建立属于他自己的国家 他还说 他就是个会这么做的人 尤其是最后那句 只有你知道啊 看着一旁单纯的 伸着舌头舔着雪花的卡斯加 回想他刚刚的举动 格斯他既像是对他 也像是在对自己说 自己不会让你一个人 自己再也不会抛下你 这一次一定不会再失去你 终于格斯踏上了 前往妖精岛的路程 而接下来也就是 整部作品调性发生转变的过程了 由复仇慢慢的变成守护 而格里菲斯那边 也开始去实施他的梦想之路 或者说开始了弥赛亚之路 这个弥赛亚对于宗教 不是很熟悉的网友们 可能不明白是什么意思 我也不是很了解 我就用我最近翻阅的资料 简单的说一下吧 耶稣就是第一个弥赛亚 但弥赛亚并不是只有耶稣一个 嗯 这句话可能有些矛盾吧 弥赛亚源于西伯来语 是受上帝任命之人 或者叫受高者 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受高者 假如一个人受命于特别的职位 就会有人将高油倒在他的头上 耶稣是受上帝任命做弥赛亚 而且受于他的不是高油 而是神圣的力量 弥赛亚大家也可以理解为救世主 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啊 圣经中许多和弥赛亚相关的预言 都在他身上得到了应验 而且现实中时至今日 没有其他完全符合弥赛亚的预言的 甚至很有可能弥赛亚都不会再次出现 在犹太教中 他们相信弥赛亚的王国下 以色列民将全部回归英萨朗 万民将归顺于亚伯拉罕的主 以萨的主 雅各的主 世界将会迎来和平 昔日的恶人将从善 将会出现 豺狼会和羔羊同卧的场面 仇敌将变成朋友 人们相信橄榄山是弥赛亚的王国的开始之地 而在弥赛亚到来之前会有战争和苦难 在他来到之后 他要在政治上和灵性上拯救 治愈以色列人 要带他们回以色列 并重建耶路撒冷 重建圣殿 回复对至高主的敬佩 回复往昔的宗教法庭以及律法 并要在以色列建立政府 成为一个 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 成为世界所有政府的中心 以上这些是我从维基百科上抄下来的 但是 大家如果对之后的内容还记忆深刻的话 有没有觉得很熟悉啊 以上这些 这不全是格里菲斯接下来的所作所为吗 这里借用一位朋友的留言 我为大家念一下吧 可以为大家打开另一个思路 他的留言是 格斯的贵人运一向很好 包含短片都多次暗示 它本质的清澈 多有出乱世淤泥而不染的味道 二十几岁出头 一路上包括冲锋队在内 能无常为自己豁出性命的 应该已经破版了 这其中就有格里菲斯 结合删除的隐藏章节中 对神与欲望的描绘 格斯大概是全漫画中 为二的以行动对抗命运 同时体悟牺牲奉献的人 所以很有天助资助者的感觉 然后就是三普由于父母的背景 对于西方宗教艺术而入渲染 他的短短迅述都能发现 大量元素是解构于圣经故事 并未效果措置 对应白银版的格里菲斯的弥赛亚形象 实为狄基督 为一己私欲颠覆世界 而格斯卡斯加 以及后续陆续加入的伙伴 则对应了耶稣 摩达拉玛利亚与使徒的故事 关于狄基督 在马太福音第七章第十五十六节讲到 他们到你们这里来 外边打扮得像绵羊 里面却是凶狠的狼 你们凭借着他们的果实 就可以认住他们 膜拜流言大佬 知识渊博 咱们继续啊 故事中 黑是善人 白是恶人 狼实为赎罪羔羊 自称使徒的都是恶魔子探 就宗教典故和三浦偏爱的 剧情对称感来说 格斯不大可能有完美结局 最终与白银发生牺牲打的概率不低 甚至包里一直携带的贝黑莱特 都可能会使用上 而到时绝对会付出惨痛的代价 最终的结果可能就会使 弃长骷髅书在幽界夹缝 与伙伴们人鬼殊途 甜一点的话 顶多有个栗子头 陪伴余生 回顾隐藏章的概念 这苦难故事应该是轮回的一环 毕竟神之手都已经快轮换一轮了 每个轮回都干过这种大事 但怎么被换 应该又是一个伏笔 最后以漫画的角度来看结尾的话 很可能是猴子里的角度 回顾格斯与卡斯加 毕竟以北斗神拳同期作品的概念 这样很合理 行了念完了 大家集体膜拜吧 十分感谢这位朋友的留言 为众多建峰粉丝们又打开了一条新的思路 而我也可以水水时长 最后假如这位朋友觉得我这样的行为有些不妥的话 可以留言 我会后续把这段处理掉 好了本期内容结束 谢谢朋友们看到最后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